竟然主动叼起孩子让江爷爷带 爸爸帮我带一号王 这里这里 两个小家伙太淘气了 爱宝实在带不动 看着救星房干脆不管了爱咋咋的吧 这时候正好江爷爷来打扫卫生救星终于到了 爱宝还特意用嘴扬起来一下嘴里的孩子 江爷爷开启了带王模式 锐宝辉宝开启抱大腿模式 好吧好吧这就陪你俩玩一会儿 小灰宝这是看上了爷爷的靴子了 两个小家伙看着爷爷就想粘着 都想爬到爷爷怀里去呢 江爷爷摸灰宝的时候锐宝抱着爷爷胳膊 江爷爷只好回头抱抱安慰一下 两个小家伙又向着爷爷怀里进宫了 一个个都想往爷爷身上爬呢 爷爷吓唬小灰灰 小灰灰蹦的是相当高了 奶兄奶兄的 这时候爱宝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江爷爷赶紧放下两个小家伙太累人了 小灰灰直奔水盆就跑过去 被爱宝给制裁了 罩着屁股给了一巴掌 不听话还想去 爱宝可不惯着孩子 直接给雕回卧室了 两个小宝贝的肤色真是越来越像了 锐宝忽然使坏抬起屁股就往妹妹头上蹭 你这确定不是和福宝学的吗 简直还原了当年福宝用屁股标记妈妈的头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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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